接下来 叫做 因为阳光直射位置不一样 因此就会产生一个影响 什么影响呢 就是影子会有长有短 那大家都晓得 越直射影子会怎样 越短嘛 所以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直射 正五 一天当中呢 正五是最直射的 正五的影子就会最短 如果完全直射就没有影子 完全直射 我小学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 人在中午的时候没有影子 我怎么看我都有影子 台北人有没有机会阳光直射 没有 所以台北人 不会有没有影子的时候 不会有没有影子的时候 一定有 要直射才没有影子 一天当中中午的时候影子最短 但是一年当中每天中午都不一样 夏至最短 冬至最长 夏至的影子最短 冬至的影子最长 因为夏至最直射 冬至最直射 暂停 这句话只能用在北违归线及北违归线以北 四道到北违归线的是不能用的 南半球也跟我们不一样 好来 不一样 请问 刚才讲过了有影子没影子的问题 第一 台北人有没有机会中午没影子 没有 台北人没有机会会直射 一定有 对台北人而言什么时候最直射 夏至 夏至阳光最北 对台北人最直射 而且我们每度25度 23.5最直射 所以我们台北人夏至的影子最短 冬至会最长 南边最长 OK没问题 第二种 嘉义 这里的考试题目 这里的考试题目 除非他特别标明我在考哪里 否则他呼嚨的说的话 他说的台湾指的就是嘉义 他说的嘉义指的就是北违归线 北违归线 这点考题 除非我指名 我考淡水 我考肯丁 否则他呼嚨的台湾就是嘉义 嘉义就是北违归线 然后请问你 嘉义人有没有机会 中午没椅子 嘉义人有没有机会中午没椅子 有 有什么时候 夏至 一年几天 一天 夏 嘉义人一年有一天中午没椅子 夏至最直射 一样 夏至最直射 影子最短 短到没有 冬至最前就最短 OK 请问你 高雄 高雄人有没有机会中午没椅子 有 有 几次 两次 两次 从春分到夏至的时候一次对不对 上去的时候一次 从夏至到秋分的时候一次 那请问你高雄人是不是夏至已是最短 不是 不是 就不是了 听懂吗 就不是了 所以我刚才讲我这一段时间在哪里 冬至最长 我们是北半球啦 所以我们冬至最长没问题 一定冬至最斜色嘛 可是夏至最短 看地方啊 北回归线以北 对 北回归线以韩呢 不对 考试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 他如果呼嚨的写 台湾啊 台湾夏至正午 影最短 所以他就对了 他会问你几个墾丁呢 就不对了 我会说 就不对了 要晓得 OK 这叫做影子的长短 基本上就是你刚才知道 他直射何处 你就知道谁比较直射 谁比较斜射 你就知道谁的影子比较长 谁的影子会比较短 还有 考影子的问题 还有一种东西 有个小问题 他会考偏南还是偏北 他会问你说 请问你 我不要拨过时间 比如说随便乱讲 五月六号 请问你夏恋哪个地方的影子 最长且偏南 要怎么办 理论上最长什么意思 阳光要最斜色 可是他要偏南 什么意思啊 太阳要在他的北边 南边的不算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考影子的题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会考偏南还是偏北 他会考偏南还是偏北 听懂哦 要考偏南还是偏北 要注意所以叫做影子的长短 基本上就是影 越直射的影子就会 越长 越斜色的影子就会越短 越斜色影子就会越长 好来 那你就可以由此来判断 来问一个问题 1月1号 4月1号 7月1号 10月1号 哪一天台北的中午影子最短 1月1号 4月1号 7月1号 10月1号 哪一天台北人的中午影子会最短 哪一天 都已经那时了 那个刚才问到几号 都问完对不对 刚才都问完了 那就重新问一个号码 叫做 1号 哪一天 7月 7月 有什么7月 下至请坐 因为7月1号最接近 下至 对台北人而言阳光最 直射 所以台北人的影子会最短 刚才问的问题叫做 同一个地点 不同时间 还可以反过来问 同一个时间 不同地点 today today 今天12月31号 今天 今天 东京 台北 马尼拉 什么地方 中午影子最长 马尼拉在菲律宾 你们连过了 东京 台北 马尼拉 哪个地方的影子最长 21号 21 请问你 今天12月31号 东京 台北 马尼拉 哪个地方中午的影子最长 纽约 纽约把布啦 没这个选项 东京 东京啊 为什么 你喜欢日本的 小日本 来 快点 喂 快点 为什么东京啦 猜的 感觉 你说 东京 为什么 今天12月31号 阳光在哪里 南半球 越北边就越 斜色 东京最北边 所以东京最斜色 影子会最 长 叫做 同一个时间不同 地 同一个时间不同地 好 外加上考了一个偏南偏北 所以 这就是这里会考的题目 请问 有人问 台不 没 很好 好